台南新营一处社区在入夜之后 飘散着诡异的粉层 放眼望去是雾茫茫的一片 空气当中甚至还有怪味道 居民就怀疑说是周边的工厂造成的 有人闻到了头痛 还有人将还有八十岁的老太太 被农烟给呛醒 环保就说了 这一间工厂是重点稽查对象 在三年之内开罚四次 要是没有改善 最终将乐令停工停野 天空白茫茫 一股诡异白眼往上窜 一阵一阵扑过来 白眼笼罩还有臭味 唱的居民受不了 就算在家吹冷气 也会从排气孔送进来 把矛头指向周边一间 厘清工厂 指控对方长期飘散意味 和粉尘浓烟 拜托对方改善 却态度消极 说对方要经营公司可以 但别影响别人 外卫闻了恶心头痛 甚至整个礼上火烧 有老人家被呛醒 怒喊上有老下有小 需要新鲜空气 我们目前总共财阀了四次 借其为改善完成者 而且符合经济重大 我们会依法储庭供庭业 环保局货报到场了解 但工厂没开将持续稽查 最重可废止许可 勒令歇业 空污影响生活 居民自嘲 我们这里也有云海 有够无奈 这样的云海真的不要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